中国网路轿车巨头滴滴出行的APP 日前遭到中国国家网信办勒令下架 原因是滴滴出行严重违法违规搜集用户资讯 事实上滴滴出行于6月底在美股IPO筹资约44亿美元 约合新台币1228亿元 成为阿里巴巴集团2014年赴美上市筹资250亿美元以来 规模最大的中国公司IPO案 但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于数据安全甚为重视 因而忧心美国政府可能透过中国在美上市企业 获得大量中国公民国土国防的数据信息 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大隐患 因此中国监管层之前曾多次与滴滴出行沟通 不希望滴滴出行去美国上市 但滴滴出行仍执意赴美 而且选在中国百年党庆之前 先斩后奏 让中国监管层更为震怒 滴滴如果把我们个人的信息泄露的话 这个事情做实了的话 我觉得国家下架是很应该的毕竟 而且应该处于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 而在滴滴出行之后 另外又有三家已在美上市 且握有大量平台数据的中国企业 遭到网络安全审查 另外滴滴出行遭监管 也已出现了寒蝉效应 许多原本预计赴美IPO的中企 纷纷取消计划 装社综合报道